国立台湾大学工商类杰出校友 推动台湾化工产业迈向高峰 陈显章 陈显章副总裁 1954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化工系 服务于台湾肥料公司 参与建制当时东南亚最大的 液氨尿素肥料工厂 1960年加入南港企业化工公司 1965年担任台北美商华斯威公司 为副主任化学工程师 在台大最大的收获 对这个化工的真正科目 发现这个兴趣 就能够把论文变成实际上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陈显章副总裁 1969年受聘为台北万元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4年升任总经理 1979年为大连化学工业公司 吨联联为总经理 现任长春关系企业总管理处副总裁 陈副总裁曾主导开发许多世界级化学工程制成技术 获得国内外专利权达79项 促使长春集团及大连化工 跃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 从这些我毕业到现在所学到的 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跟鼓励 你只要用心 你有信心 全世界这个没有任何的困难 就没办法克服 陈副总裁运动所学 积极投入台湾化工产业各项公共事务 曾担任台湾化学工程学会 台湾石化工会 责任照顾学会 台湾化学科技产业协进会等常务理事 长期关心化工教育 积极协助学术界培养化工人才 在产、官、学界均有重大贡献 对学弟学妹是简易 做事情不要怕失败 所有的挫折或者失败都可以解决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没有完美的事情 你只要能够做到 接近完美就是成功 现在请副总统为陈副总裁配挂 工研院院士正章提办发工研院证书 陈景章副总裁引领产业创新研发 永续发展 推动台湾化工产业迈向高峰 成熟台湾化工界的巨步 感谢观看